大家好,歡迎回到晉哥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做了我女兒最喜歡吃的辣子炒雞 這道菜很棒,夠辣,送飯一流 這些小孩子很喜歡吃這麼重口味的食物 我本來不是很好吃的,不過他們喜歡吃 比較重口味的,可以,挺好吃,可以試一下,OK? 今天做了辣椒炒雞,我用了雞半隻 這是超市裡面的鳳凰雞 在紐約可以隨便買到的,在唐銀超市 我加了這些,這些就是雞腿肉 沒有骨頭,因為小孩子不喜歡吃骨頭 我只要加一隻,這樣就夠了 你平時喜歡用完雞胸肉也可以,快半天回來做就行 不過我自己覺得就是,當然是 雞比較好吃,因為有骨頭比較好吃 另外呢,切了一隻長的辣椒,尖椒 還有呢,還有三隻小米辣,小米辣 然後呢,就有鮮頭的,拿了一整塊,大概是十多飯 這樣就切成,即是扎了一些,這些就拿了一個粒粒的 這樣就好一點,薑就一大塊,切成片 這樣就拿來起鑊的 那最後賣味呢,就有些蔥賣味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了,沒有其他東西的 這樣呢,現在我們就要調味了,OK 調味呢,我們先加些蠔油 OK 大概我們用這個份量的匙羹 一大匙,OK 蠔油 那呢,就加些糖 這些金的匙羹就是 兩匙糖 多少少也不要緊,多三匙糖 鹽就適量,不用加 這些肉就不用加太鹹 少少夠了,我就加太鹹 胡椒粉 OK 白的胡椒粉,OK 這張沒有 基於剛才沒有胡椒粉 我們改用五香粉,OK 沒有問題 即是你有白胡椒粉 有白胡椒粉 但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去腥 OK 增香 這個叫什麼粉 五香粉 字幕要用 五香粉 那就豉油 豉油用這個份量 四匙羹 OK 那就還要加少許酒 我們用一個蓋子 這樣算 兩蓋子 酒最好的就是去腥 紅酒可以嗎 好少用紅酒 我們煮好少用紅酒 我們煮好少用紅酒 那就先拌拌它 要用雞肉入味 最好醃完之後 就放在它半小時 這樣就入味好多了 另外呢,我們拌好之後 再放一點生粉 兩次間生粉 加一點雞多 弄這些大部分 最簡單的就是 醬油糖酒 加一些生粉 這樣就可以了 再加少許油 封一封 醃它半小時 如果天時熱,你不要放出來 用保鮮紙封它,放進冰箱 蓋上煙油 然後蓋上雞 放進去 好多 太多 不用動 這個很容易,一定要爆香 爆香 立刻把火放進去 中火 現在3分鐘 中大火炸了 放進去 更香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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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鐘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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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肉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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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 放進去 可以除了腥味 這麼多東西一起吃腥味 雞腿有多好食的 薑有作用的 吃一人不太好 薑和雞很累 如果要兩人吃一半 如果要吃一半 如果要吃得太瘦 可以煮得香 味道香 會有那麼香 味道儘養 切一點 把蒜頭切開 在上面 它們就香 待會肉才能吃 這肉是約70-110 因為因為在寸頭很容易 很容易容易 薑就要去爆香,要爆香才要出汁 差不多,炒白酒就要下辣椒 可以直到山到中海,再爆爆 尖椒 如果有红椒 拿些颜色都很漂亮 这个就OK 扭起来就滑 黄色拿得到 七七八八 让它盖上 盖上去 盖上去 入口 我们猜好 放一尖 先盖上去 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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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準備了一隻老乾媽的香辣脆油辣椒 兩斤了 現在還有熱溫 油溫爆了 火燒香 煮成熟 煮成熟 放入香辣椒 煮成熟 煮成熟 炒蔥 炒菜 煮成熟 完成了 看完之後 一定要記得點贊 訂閱 廣傳開去